台北捷運南京三民站 日前爆出一名清潔人員染疫 如今疫情三度擴大 這名家住新莊的清潔工到十一號為止 已傳染給六名家人 以及孫子女友等七人 十二號又新增 兒子同事及孫子友人確診 整起群聚已經達到一人傳九人 累積十人染疫 會怕 沒辦法 還是要上班 能夠一傳九顯現病毒量很大 通勤族害怕染疫 加強防護 同個工作地點 清潔人員也全面採檢打疫苗 我們這邊有十五個去做 十五個都陰性的 不過週一開工 上班時間北捷仍然湧現人潮 現在不只捷運站清潔工染疫 人來人往的中校復興站 也有通勤族個案發病前 連續三天都來轉乘 在前面那邊上班 口罩多帶個一層 然後就是面狀 因為捷運人現在變蠻多的 民眾很擔心 因為捷運站旁就是地下街 另一側直通百貨公司 是人潮聚集地 這還是文湖縣與板南縣交會點 疫情前每天運量約九萬人次 屬於北捷第六大戰 千萬不要亂摸 更不要摸到自己的嘴巴 眼睛 鼻子 隨時準備著酒精噴自己的手 台北捷運雖然定期消毒 但人來人往 防不慎防 民眾一離開車廂車站 最好立刻消毒勤洗手 避免新冠病毒上升 藉由兩張朋友 想要與SNG 台北新北市採訪播動